Hello 大家好 多人多肥夫妻 望望我隔壁這位 大家很熟悉的 陸炳雄先生 陸博士 今天我又有東西過來請教你了 因為最近我收到一些朋友的詢問 知道我和你好朋友 他就問了他們又比較年輕 又沒有什麼工作經驗 其實移民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這類的查詢我都接駁不少的 其實很多人可能有些年輕 又沒有畢業 又沒有工作經驗 因為現在那個技術移民的抽籤 都要去到500分 是啊 所以一般的人 特別是年輕人 或者剛剛畢業的留學生 都沒有可能達到500分的標準 因為500分是哪些人可以拿到的呢? 比如說要有中國經驗 英文去到亞斯八九分 做好幾年 或者有碩士以上的學歷 所以一般年輕人 特別是留學生都很難拿到的分數 是啊 不過呢 有權及指 早幾年 政府移民部都有一個新的政策 叫做創業移民 創業移民 Start-up visa 這個創業移民基本上都是比較新的計劃 只是幾年的時間 好處在哪裏呢? 好處就是說 不需要有學歷的要求 不需要有資產要求 沒有年齡的限制 唯一的要求就是 它一定要在英文雅思拿到五分 或者以上 五分 或者以上 但其實雅思五分都不難拿的 一般雅思最高的九分 五分只是一個中等的成績 這個來說 對一般剛才你說的留學生 或者一些年輕人 是一個好的方法 可能它中學程度已經可以了 沒錯 你十八歲以上就可以了 或者成人就可以了 OK OK 完全是沒有學歷啊 資產啊 或者是限制 唯一當然要付手續費 以及基金公司 或者容許我講講 什麼叫創業移民 創業移民叫做 Start-up visa 好的 這是一個新的先導計劃 一個partner project 是早幾年移民部提供出來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移民的條件呢 只是呢 在政府應可基金公司 能夠給一封支持信 support letter 然後呢 有一封支持信呢 你就可以直接申請移民了 那所謂的關鍵就是支持信 那這些支持信呢 就是基金公司和你一起去策劃去做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 例如呢 就是早期的阿里巴巴 早期的騰訊呢 都是用這種類似的方案 就是這樣 阿里巴巴 這個情況來講呢 就是變成一個好處就是說 相對呢 是很多條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 是 還有呢 相對的時間都幾快 例如 如果支持信拿來之後 大概呢 兩年左右呢 是移民局就會批出來 嗯嗯嗯 還有這個是聯邦的計劃 是 意思就是說你批了之後呢 你可以去全加拿大任何省份定居都可以 啊 就是說多不多啊 溫哥華 加加利 任你選 沒錯 所以這個計劃來講呢 是相對比較新 很多人可能未必去認識這個計劃 是啊 我未聽過 是啊 是啊 投資移民就聽過 創業移民呢 真的很少聽到 聯邦的創業移民呢 英文叫Satavisa 是2013年呢 是3月份開始 是啊 是啊 最初是一個試點計劃 一個partner project 那麼到了17年呢 7月28日呢 就移民部呢 正式成立一個永久的項目 那麼這個呢 就是一個永久的移民項目 因為最初來講是試點的 就是試一下 但是那個反應都是不錯的 那麼當然呢 重點就是呢 要找一間認可的基金公司 然後做一個認可的計劃書 而是呢 給移民部接受的 那麼所以說 剛才講回那個 Fullbacker投資移民來講呢 現在暫時是唯一的省的投資移民 但是它的不好處是哪裏呢 就是說聯邦處理的時間特別久 就算輝北省呢 批了之後呢 你都要等五年 五年 才可以批出 那麼加上前面的省的提名 和省的審查呢 透明了八年 嘩 是啊 人都老了 是啊 八年的時間很長了 那麼剛才那個創移民來講 有個好處 因為它相對來說 時間比較快些 剛才講的 就是說呢 你買樓呢 最少要給八年二十五的附加稅 二十五 對 非居民稅 那意思是現在加拿大來說呢 比較看得上眼的樓 那些房子 那些房子 都要買二百萬以上 那意思是說呢 你買一層二百萬的房屋呢 你要給五十萬加幣的稅 反而你創移民來講呢 你可能給三十多萬加幣呢 你就拿了身份 那隨便就聰明了 你節省了 比如給五十萬 你拿了移民身份 你可能給三十多萬 那個手錄費 那所以怎樣講呢 你還可以 比如說小學生讀書 或者你自己學生讀書呢 是本地學生的那個收費 差很遠的 因為現在讀本科在這裡 一年起碼五六萬以上 如果讀碩士或者博士 十幾二十萬一年以上 更加貴 是啊 是的 就是以蔡移民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給了一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老年人 比如有些人說 我七八十歲了 我都已經退了很久了 那投資移民都未必合條件 是不是 還有很多錢 那因為現在投資移民都要 身家起碼二百萬那個資產 還要問你第一桶金點 都很多的審查 所以來說 那個創移民是其中一個好的選擇 大家可以不妨考慮一下 真的要考慮一下 另外有個問題 譬如我給三十幾萬那個加幣 這樣如果移民不成功 那怎麼辦呢 我們和基金公司有協議 如果計劃書下不了你 或者移民不接十個計劃書 基金公司是願意百分之一百去推翻出來的 就是全數退回 沒錯 全數 當然那個計劃書出來之後 你移民不成功 或者因為驗身的緣故 或者凡事的緣故 或者其他資料正確不足 這個要摸退 就是個人的原因 包括在留下 是的 基金公司和我的公司有一個承諾 就是一個協議 它可以保證 如果計劃書下不了 所付的錢是完全退回的 那這裏又想分析一下 有些人說為什麼你要給 譬如機公司收美金 是的 那美金來說大概20萬到25萬之間 那麼多 但是30萬 但是有些人反映 不是啊 陸先生 有些人好像創移民 為什麼他可能收十幾二十萬加幣 可能收30萬 三十萬人送些 基金其實分好幾種 那有一種就是呼呼系基金 Incuberator 那這個基金的好處就是說 是一對一 就是做你一個計劃書 沒有牽涉其他人的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他做一個人的成本會比較重 所以費用比較高一點 哦 這樣反而比較高一點 是啊 是啊 但是有些叫做天使基金 Incuberator 他們將幾個人合併做一個計劃書 最多可以有五個 所以他們將幾個人合併在一起 那成本會比較便宜 但是一個不好處就是 就是說如果你的合夥人 譬如你有五個合夥人 是 如果其中一個有問題 整個計劃都會泡湯 就變成影響其他幾個人的移民身份 所以變成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都希望能夠做得最好 還有不希望 因為其他幾個因素影響移民 所以基本上我們做一個 是Incuberator的一個 福福系基金比較多些 Angele Fund 我們有做 但是我們先將風險和客人提醒 就是說這個做是便宜一點的 不過如果別人有問題 會影響到你 你自己去考慮 哦 好 好 好 就是便宜又便宜好 貴又貴好 沒錯 最重要是自己考慮清楚 還有看看自己的情況是適合誰 是啊 因為為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所以在明年1月1日 即2023年1月1日 政府有納禮就說 所有非永久區的整居民 不可以在加拿大買屋 但是如果拿了疑問身份的時候 就可以隨便買屋 所以大家特別留學生 因為知道很多留學生在這裡 都買很多屋 為什麼呢 他們租屋困難 因為現在市場都很難租屋 不如買屋 化算一些或者方便一些 還可以分手 是啊 還可以說得對 還可以做包租工 還可以包租工 所以我們說 這個創移民是其中一個 可以考慮的方案 當然還有另外其他不同的方案 或者我們有機會 愛上大家再分享一下 好 多謝陸先生 你和我們分享這個 這麼好的計劃 我們的移民攻略 第一集就到這裡 下集我們就下回分解 多謝大家 多謝陸先生 我是